今天我们来了解汉语的音节 syllabus 一般来说呢 一个音节 它由生母 孕母和声调组成 比如说 鸽 猫鸽猫 第一声 cat 猫鸽猫 但是呢 有的音节 它只需要韵母 加上声调 比如说 耳朵的耳 也 还有 比如说 猫 和 猫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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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需要 给他配上 韵母 好 这个是 这个生母和韵母 他的发音是一样的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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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呢 嗯 他 读的不一样 这个是呜 这个是呜 但是 还有给他 给他这个 比如说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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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比如说 呜 这个呜 呜 就要把它变成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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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说 腰腰 它变成这个腰腰 腌 给它加上这个生物 这是音节 汉语的音节 我们再来练习一下 比如说 雨 大家记住 如果是看到 一和乌出现的时候 它是 这个 但写的时候 它变成这个两点 它省略掉了 变成雨 比如说汉语 英语 language 大家不要读成 是错的 错的 这个是英语 language 我又是英语 Segnatal 然后再学一个 耶 耶 这是耶 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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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dd sister 结 好 还有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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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-ere punished 1 2 3 4 os 2 ee 耳耳耳耳 耳耳耳都一也 很像这个是子有育母 他没有生母